郭舒遥28日出席活动 当最美大使 要号召千元在10月的活动 一起出来跳顺吧 而最近刚过33岁生日的她 竟然突然宣告这件事 大家就不用期待有另外一半 因为我现在是真的想单身 我就看我身边的姐妹 有长假的吵架 然后婚姻就是 微信很新疯的很新疯 带小孩很新疯的 我觉得我过得超爽的 除非真的有一个 真的帅到一个极致 然后高到一个不行 还有一个极致的男朋友 好像又很晚了 现在有约会业续持 目前没有 只有只有只男朋友 我已经很进步了 就是甚至怕有只男朋友 有约会有关心吗 这几天没有 因为我们本来平常的相处模式 就是一阵子一阵子 然后可能有什么太大的事情 也不会第一时间 就是还是会给彼此一些空间 跟时间去处理 对啊 但该关心的都有关心到 跟弟弟讲话了吗 我觉得很不想再回答这些事情 就是他是家人 就是这样 你觉得你会揍你自己耶 我是一个有休养的 我不懂事 可是因为这样 外界会猜说 他是不是缺钱 不是 只是因为大家都要 我在这个世界上 大家都得工作 你不缺钱 你缺吗 缺吗 大家都缺啊 就是跟缺钱没有完 我缺 我不缺钱 我带冰箱啦 拜托大家找我拍戏 找我代言 找我工作 我真的缺 我还没有财富制的 家庭还是蛮独立的 大家各自的薪水 各自的收入都归自己 那我觉得就是大家生存 那难免在社会上 你知道 就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就是难免的 对啊 但你跟他谈过了好了 我不需要跟你们报备吧 家务师要报备吧 我好累 对不起 好累哦 我觉得我希望 大家不要再关心他 关心我就好 然后关心我 你不要闻到他好不好 我真的很需要关心